评说评论评说西周 今天我们继续说周公的政治智慧 书院里有这么一则故事 说孔子的学生曾子除地的时候 不小心弄断了瓜的根 他的父亲很生气 用大棍子打他 打得很重 把他打昏了 他醒了以后 非常担心他的父亲 对父亲说 刚才您用大棍子打我 用力过度 伤了没有 然后呢 他退下去 又是唱歌又是弹琴 表现得很幸福 作为一个孝子 曾子的目的是想让父亲知道 虽然自己被打昏了 其实没事 他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告诉父亲 别担心 但这事让孔子知道 孔子很生气 他对弟子说 曾子来了 别让他来见 那意思是 别说你是我的学生 丢人 曾子一定是不服气的 但他只能拖人向孔子讨教 孔子说 过去 顺的父亲 娶了顺的后母以后 受后母的影响 不待见顺 但是 他想要找顺的时候 顺总是在自己的眼前 而当他想打顺的时候 他总是找不到顺 这么机灵的孩子 你怎么能找到 孔子的意思是 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让父亲把你打昏了 然后让父子双方都担心 父亲担心把孩子打残了 孩子担心把父亲气昏了 伤着 你怎么就不想着避免呢 怎么避免 跑啊 长的脚就是让你该跑的时候 要会跑 跑跑多健康 跑跑更健康 跑自己的路 让别人找不着 这样说来 周公可能是比较灵活的 当别人误解自己的时候 他就逃到了楚国 也有人说 他逃到了鲁国孩子的封地 实际上 史书记载的有关周公的几件事 都有自我保护的客观效果 至于主观方面 他是怎样想的 我们不知道 也就不猜测 那是些什么事呢 比如 当初武王患病的时候 为了保佑武王平安 周公 以自身为之 设了三个祭坛 三个祭坛 分别是 祷告 太公 王继 和 温王的 周公 设了三个祭坛 捧 币 吃龟 准备向神灵祷告 祷告是不能空手的 尤其是对有身份的贵族 因此周公准备了御币和御规 对于古人来说 有身份的人 祈求神灵 离不开玉 因为玉是很神奇的东西 它是石头 但又不像石头 按照古人 万物皆有灵性的观念 玉 它是山川的精华 是上天恩赐的宝物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就是玉呢 看上去很美 质地细腻坚硬 特别是似透非透的光泽 让人产生美好的下想 似透非透 看不透 就是一种美 如果像玻璃那样 一下就透明了 一下什么都看清了 就没有价值了 人是从石器时代走过来的 为了生存 古人呢 不知玩过多少石头 因此 作为山川精华的玉石 培育了我们仙人的审美观 又寄托了很多仙人的美好的想象 同时 这种美妙的似透非透 又让人觉得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神秘的 可能是来自于自然界远古的信息 又由于玉的这种特点 它就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功能 首先 古人认为 玉有沟通天地鬼神的灵性 能够增进神与人之间的交流 传达上天的信息和意志 并主宰天地宇宙和人间祸福 具有神奇的力量 其次 配玉 可以增加抵抗邪气的侵袭 因为玉有自然的灵气 可以辟邪出从 保障配玉人的安全和迹象 第三 玉还能使人长寿 人们通过配玉 食玉 可以涌住青春 所以 商周王投火自焚的时候 也不忘 把自己的玉衣穿上 中国人呢 特别的喜欢玉 玉被作为祭气和礼气 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周礼中 就把玉璧 玉丛 玉龟 玉张 玉虎 玉皇 等玉气呢 作为六气或六锐 而这六气或六锐中 玉璧是 最核心的一种玉气 玉璧是一种 中间有个孔的 扁平圆状的玉气 那个中间的孔呢 称作好 好坏的好 边缘 那个气体 边缘那个外环呢 称为肉 这个肉 也就是外环呢 它的宽度 比 好 也就是比孔 宽的 称之为 臂 称之为玉璧 中间的孔 也就是好 比肉 多的称之为圆 而肉和好 也就是孔和边缘的 一样多的 称之为环 商周时期 玉璧 是贵族专用的 礼器和祭器 贵族在祭天 祭神 祭山 祭海 祭河 祭星 和祭祖的时候 都要用到玉璧 周里就有 以仓碧礼天的记载 玉璧呢 也是六七或六瑞之一 它是长条形的 上肩 下肛 也是古代帝王 和诸侯 朝聘 祭祀 丧葬时 所用的 玉制礼器 玉璧作为 瑞信之物 有大小之分 周天子为了 便于统治 命令诸侯 定期朝进 为了表示 这些诸侯身份 等级的高低 周天子 赐予每人一块 玉璧 作为他们身份 地位的象征 在朝进的时候 使用 通过不同尺寸的 玉璧 显示出 上至天子 下到诸侯的 不同等级 那么这个玉璧呢 也显示了 周王使 安邦 李国的 一种信仰 所以周公在 祭祀三王的时候 捧着玉璧和玉璧 庄重虔诚的 向太王王继 和文王之灵 进行祈祷 他说呢 你们的长孙 发 也就是周王 正遭受恶计的折磨 如果先王听说 上帝需要他上天去服役 那就不如 由我鸡蛋去代替 我这个人呢 柔顺乖巧 多才多艺 善于侍奉鬼神 何况 五王激发 已经接受了上天的使命 正在治理天下 人民都敬畏他 他能使你们的子孙 过上好日子 能让我们的先王 也能永享奉赐 现在 我通过占卜的大规 听命于先王 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把 规 避 献上 听从您的吩咐 你们若不答应 我就把 规和臂 收藏起来 请上天 通过神规 给我个答复 然后 周公走下祭坛 进行规补 周人所处的 黄土高原 规呢 是比较稀缺的 因此一般周人呢 比较擅长 用诗草摆卦 就是易经挂补 不像商人所处的东方 硅谱的原材料很丰富 过去黄河中下游地区 是水草风味的 存在着许多的江河湖泽 除了黄河积水 及其众多的滋流以外 还有很多的 很大的 湖泊和沼泽 比如 行则 铺田则 巨野则 等等 不像今天 一条干巴巴的黄河 孤独的 动流去 因此在远古 商人所处的东方 硅壳丰富 当时的人们认为呢 硅谱的时效长 所以周公在这里用了硅谱 硅谱 一般是选用大的 质量上层的硅板 这种硅板呢 中间有一条贯穿的直线 并且有五条横线 直线称为千里路 在直线或中间的横纹上 刻上图案和文字 然后 把这个硅壳 加热 硅板收热以后 就会发出响声 这种响声呢 叫硅语 占卜者 首先要细心的听硅语 然后用水 撒在 昨日的刻字的地方 刻字的地方 由于被火烤热 又受了水的刺激 就会产生裂痕 然后 占卜者根据横竖列纹 来判断 推测 人士的胸脊 得出结果以后 往往还要用绳子 缠绕列纹之处 用相供着 三天以后 列纹复合 如果在三天之内 硅板还在 发出响声 那就是 悠有未尽之言 必须 再次赞 周公 用三块硅板 同时作钻 得到的都是急诏 周公说 根据照顾 王的病 没有危险 果然第二天 武王的病 好了 事后 周公把这 祷告之词的检测 存放在 金藤之柜 并关照 执行者 保密 谁也不要再提起 这件事 如果当初 有人把这事 广而告之 就没有 下面的 客观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是周公 被赶走 或者周公 去世以后 一年秋天 庄稼已经成熟了 但是还没有收割 突然天气大变 挂起了大风 雷雨交加 庄稼都全部倒伏在地 有的大树 也被连根拔起 朝廷和百姓 都非常的恐惧 根据古代人的观念 他们认为呢 天灾 是上天发怒的表现 上天为什么发怒 一定是人间 做错了什么事情 所以陈王和大夫们 都穿上礼服 到府库中 去查看 补照之书 以便弄清 灾疫的原因 他们打开了 用铜丝捆子 收藏补照之书的 匣子 发现了 周公的这篇 祷告之词 看到这些记载 陈王非常的感动 良心发现 有说他 接回了周公 也有说 他宣布 以后从周里 不滥行占卜 改以 隐身代之 然后 陈王在郊外 举行了 祭天 仪式 结果 之后又刮了一阵风 方向和上次的相反 最终 把导服的庄稼 又吹了起来 当年大丰收 这就有神话了 很奇怪了 陈王大喜 以为是周公显灵 便 特准鲁国 可以行 郊外 祭天 和 妙祭 文王之礼 鲁国 拥有了和周天子 一样的 礼乐 好 关于周公的事迹 我们就 说到这里 下一集呢 我们该谈 陈康之志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